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答复你们对莫知尊者的六个提问 由莫知尊者亲自回答 第一 我莫知是莲花寇尊者 大圣德称号不敢当 第二 我没有挣到三段金寇道行 我不是不退地菩萨 不够大圣德的分量 第三 我不能做真正的内密灌顶 但是借了内密檀长 才能借灌内密顶 第四 我还在努力修行 度生的道行不够 不收任何弟子 第五 你们在千年难见的真佛法 现前的录像带中见到的 就是我当着很多人修灼火地 用我身体的灵火 把法王 活佛 法师们的手烧伤 起了泡 在这里给高僧大德们说一声对不起 也向被骚伤者致歉 第六 当天确实有活佛名称的人 站在远处 不敢探摸我的灼火 其实他不是真佛佛 怕烧残废丢脸 我不点他的名 我的身上还没有染上妖孽的心态 不敢把众生烧残废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16日